歡迎大家收看《開來見我》 又是國旗後俱旗 對,我們去了哪個辦公室呢? 只要我們看一看這個書法 《深邪香港》四個字 就知道去了哪個辦公室 完全沒有頭緒,去哪個辦公室 所以是年輕人,始終都是年輕人 為何這麼說,很舒服 我們這些背份就知道 這裡一定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張建宗司長的辦公室 對,不要再等 你不要口水那麼多的茶 對,快走… 歡迎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今天這個訪問環節 等於跟我們之前說過 不會只是我們問的 對,所以我們首先破天荒 邀請司長訪問一下我們 因為現在那個潮流流流 反轉一些東西 司長,你介不介意做主持人 才訪問一下我們? 首先你邀請… 我上來的節目是無上光平 不要… 第二,我想問這個節目的名字 叫做《開來見我》 是… 為什麼要有一個這麼有趣的名字 開來見我呢? 怎樣?你說還是我說? 我想問你 你也想問我 你這樣捨個波來我 是… 我想我們其實整件事 就是很多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攤開一些人說 是… 也都希望大家開放一些 開放一些去想 還有我想有一些節目 可能很多時候會去猜 一些未發生的事情 是… 我覺得沒有需要 其實很多事情 可能政府有文件 官員也很樂意講解 但是沒有機會讓你們說 沒錯 那不如我打開來說 這份文件真的這麼說 或者政策真的這樣的 其實可否提出 說多一點給我們聽呢? 我希望可以開放一些空間 讓大家多點想,多點談 這個跟我們這屆政府的理念 很相似 是… 我們就是一個開明的 一個開放的 是… 是… 一個透明度高的一個政府 是… 不靠你開了 另外那個我 我們為什麼會強調那個我呢? 就是我們都說 譬如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張建宗先生 不是…是一個觀銜來的 就是我們多一點人味 是… 我們想透過這個節目 就是… 不是說誰跟誰抗爭 或者誰跟誰角力 其實…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香港人 那個我… 你知道我,我知道你 那個溝通呢 都是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想表達的一樣 一個大家庭的理念 沒錯 千萬不要因為 有了政治立場 那個節目 只是說同一件事 沒錯… 我們真的希望 其實那個人是怎樣的呢? 我是怎樣的呢? 你是怎樣的呢? 師長是怎樣的呢? 或者…不是師長是怎樣的 可能是想知道 Matthew是怎樣的 可能是… 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香港仔 不過… 師長做主持人這麼厲害 我們沒理由就這樣放過他 其實有沒有追問? 第二個問題 還有啊 真的有啊 果然… 果然中了 怎樣可以把我們民商觀的協作做得更加好呢? 推動社會發展 這個你來了 因為你是… 他讀這個Urban Economics的 就是城市的經濟學 土地… 這幾年輕合合的 那…第一 師長說得很厲害 譬如這個節目 或者我們在社會上 不只是這個平台 做很多事情你會發覺 其實… 在互聯網那個時代 我們要聚焦一個問題 不難的 但是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 你有這樣的見解 我有這樣的立場 我們經常說 其實民主是甚麼呢? 民主人就說 就是制衡 我覺得不是的 那個多元呢 其實是為了一體的 那一體呢 一定要跟那個多元是平衡的 所以我覺得 有… 你說這個節目也好 或者其他不同的平台 讓大家有一個溝通的機會 而且最重要是甚麼呢? 我們有個願景 是吧? 究竟我們將來 我們想要的生活是甚麼呢? 在這個生活願景底下 我們才有 譬如說回土地 是吧? 才有我們人口政策 才有我們整個城市的佈局 然後再說土地怎麼用啊? 不… 不… 我覺得民相官才算 其實有一個很容易接合的合作位 就是… 全部都要想未來 全部都要想下一代才行 如果用你的其中一個主力政策範疇 就是青年 其實民相官只要想青年人 其實就合作到了 做多些空間 就是為他們做大個餅 不是只為我們做大個餅 有沒有那麼容易? 我家裡一對子女都倆都很不一樣 這樣就好了 我借你這條題目 就開始一個反手 我問回師長 有八個字形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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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目的就是多元的社會 但是目標就是一字 最後也是… 師長有個澄清 我沒有合作過的 是… 那八個字是… 師長立刻… 是憑空抽出來的 但是如果具體的問題 我們… 可能很多人都不覺得 但是我們做這一行就覺得 青年事務委員會就升格 是… 就做了青年發展委員會 還有那個青年委員自戰計劃 好像試了一次 正式都兩次了 沒錯… 我見下面… 剛才進行電梯的時候 有一張海報 就是他們招請神隊友 那… 你覺得現在的青年人是怎樣? 神在哪裡呢? 過去一段日子 我們大約在大半年前 開始展開一個新的一個… 好像說是新的 就是將它升格了 做青年發展委員會 是… 由政務司長親自做主席 目的一個就是 加強它的統籌力 加強它的落實能力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要將不同的意見 希望能夠在高層之中 可以融合到 那這個是過去一段日子 其實短短不夠一年 我們都取得一些成果 我不敢說很多 但是向前是走了一步 是 我想這步也挺重要的一步 因為千里之行處足 首先你看這些數字來看 我們以前就是政府委員會 青年人的聲音不多 我們未開始之前 我們有四千多個委員會 裡面有非政府的代表 有些不算政府代表 所謂有市民參與的 四千多個裡面 我們德國是464個 是7.8% 整體 是所謂35歲以下的代表 就是青年的聲音 但是短短不夠一年 我們推游了大約九個月左右 時間不太短 已經增加66個 就是由7.8%到9% 現在呢 我們說的是有530個 是年輕人的聲音 這個是第一步 我們還是一直擴展 為什麼我們呢 我插一句就是 這件事是全面開放的 我有一位學生 就是他原先和政治 完全沒有關係 他真的透過這個公開篩選 他本身是做藥業的 很出色的 真的透過這個公開的輪選 進入了兩個 一個是做 一個是跟創科有關 另一個是跟科學有關 30歲出頭 真的進入了這些委員會 第二個最重要的發展 就是不是單單 之前委員會裡面的成員 我們每次 就是第一個委員會 都給兩個人 三個人最多 兩三個 我們第一次的試點是20個 第二期正式 常規法都是說20個 因為開十個委員會 每個兩至三個人 剛剛第二期 我們剛剛在10月18日 上個星期 也開展了 是第二期的 但是好處就是 有些最後的候選人裡面 我們都能夠網羅到 他們進入其他委員 即是說 覆蓋面大了很多 可以選擇的人 可以委任的人 都多了 很簡單的 整個人財富是搏了 第二 每次申請 第一次 我們是1100人申請 20個委員 第二次 我們說的是 有多20個委員 有1500人申請 我們都跟年輕的申請者說 既然不憂心 我們的委員是這麼少 但是不如把這些資料 提供給我們的中央資料庫 讓我們將來有需要的時候 隨時找你 對他們來說 也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進入了一個平台 短短不夠一年 我們說的是增加了 1690個 這些名額 現在我們是多了 以前只有900多個 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叫做年輕人 現在是2600多個 即是儲水庫多了很多 儲水庫現在我們多了 是1倍7 即將來他們有機會 水雲卸地 是啊 而且我們希望 不僅是指標 就是希望我們任期完 2022年 我們6月就完了 這屆政府 沒錯 我們的目標就是指標去到15% 在委任那裡 政府所有的委員會裡面 最低限度不可以 差15% 是年輕人 但是有些已經達了標 例如在我那邊 證務司準備公司裡面 我已經有三成已經達了標 民政局那邊也有五成達標 保安局也有三成多達標 我們鼓勵15% 只是一條底線 不能跌過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你一定鼓勵它更加向上 多些年輕人加入 好處就是這裡 第三件事 我們也有一個 以施局長同行的影子計劃 是我想出來的 當時我父朋友 有一個叫做 有道向的計劃 有就是朋友的有 道向 即是說是life buddies 有一個生命影響生命的人 帶領你 我們在施局長的層面 我們有三師 十三個 十六個 去年在暑假 我們每一個 最低工資有兩個影子的高中生 我自己多拿兩個 四個 因為我自己希望有一個 好好的例子 身體力行 34個 我們很成功 剛剛我在聖誕節期間 也請了他們 大家有個聚會 大家再聯誼 再讓大家保持溝通 我希望你們是同學會 第一屆個生活的主席 你們將來開心吃吃 我師長 如果這樣 不要只帶他去聖誕節 那些活動 應該讓他接受傳媒訪問 讓我和去青都認識一下他們 絕對可以 我們都很想跟年輕人溝通 他們是高中生 有些是中五中六 有些已經今年升大學 我們鑑這個 那個反應很正面 我也都碎了很多的 其他副局長 還有特首都已經加入了 行政長官在出面那個計劃裏 他也會有兩個影子 我覺得影子有時很奇怪 譬如究竟是誰是誰的影 當年輕人發光發熱的時候 不相影響 我們就變成他們的影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們 繼續發光發熱 是相向的 是相向的 不只是他們得益 我們也是得益 有機會和年輕朋友 直接一起一天的工作 一天的溝通 這個經驗很保護 事不宜遲 回來那節 我們就想問一下 年輕時候的師長是怎樣 我們發光發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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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這麼高目標 但我意思是你不要以為很容易 因為有些人也是在做的 你還要讓他們覺得 我都放心交給年輕人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但一開始已經增長成超過一個百分點 其實已經很難得了 但我們也不只是看好那邊 年輕人也有很多挑戰 是 那裡我們也要有個 嘗試了解他的想法 是的 師長 譬如剛才我們提到 其實我們有這樣的改革 或者我們希望有這樣的希望 或者我再說一句 例如說大灣區一帶一路 近來不單止 都可能說幾集 是 國家都說了 其實不同的階層 包括年輕人 是否可以參與 但是 因為我自己就是所謂回歸的一代 你想想董先生的年代 到之前幾位特首都說 中間師長都貫穿 所謂入朝為官 戒戒政府都說重視年輕人 戒戒政府都會覺得 提出不同的希望 那人家就說 那當然了 你是師長 你會不會 張先生 你的人生都是很順遂的 還是你都可以說到 給年輕人知道 不是的 我年輕或者成長不同的階段 其實都有起伏的 都有一些位置 是要自己振作自己走出來 有沒有 其實我還沒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多說一點 青年症就很重要 我們是在六方面 第一我們是三業三政 三業就是我們關注青年人的學業 特別是他們的出路問題 學業就是怎樣出路 怎樣升學 第二就是就業 包括創業 第三最後就是置業 這是稍為後一步的置業 在一個過程中 我們也鼓勵他們 以政 論政 參政 我剛才說的那些 例如開放委員會 多些年輕人的聲音 就是議政 論政 參政 跟市局長一天的工作 影子這些都是一個 等於鼓勵他們 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 了解 社會問題的了解 民生的興趣 這很重要 在這個過程中 我每次跟年輕人都分享 實際上 我的人生經驗就是 我在大學期間 實際在暑假有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當時大學做暑假的 很多都希望入政府做暑期工 是嗎 很燙的 當時的環境 有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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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環境 70年代 你想想是甚麼環境 上世紀 我們正在說 我們寧願選擇甚麼呢 選擇去工廠做集工 為甚麼呢 因為我想了解一下 勞動生產的情況 當時香港是一個製造業社會 香港當時是一個製造業基地 我們當時是塑膠花 是 冠具 假髮 假髮 中標 香港是一個世界 我們走去做文職的事 走去做文員 走去政府做暑期工 八個禮拜 我覺得為甚麼和社會脫節呢 當時我主動入了一間工廠做 當時是 如果你是大學生 你說我是大學生暑期生 一定不收你 他們是暈吉 是吧 我說我考完會考 等放榜都是肥很多的 我看樣子都是 所以來工廠做 那廠長就相信我 結果呢 我做了兩個星期 他要升我了 他的表現很結束 第四個星期 要求升我進去做先生 做文職 我說千萬不要 因為我想在廠房做 結果呢 做了一個修法 這個修法呢 其實是QC 我是做一間女裝手袋廠的 做修法 所以我女裝手袋 我很有認識 拿了手袋 我知道手袋是否可以 當時我負責就是 負責這些工作 原來你才是手袋 但是呢 但是實際上 你明白的困難就是 我當時做什麼呢 就是集工 洗個倉 幫工人去買宵夜 因為他們要加班宵夜 星期天有間廠交給我 看著間廠 還有都很臭一下 又膠水又皮價 其實都很辛苦 很辛苦 其實是勞動強的工作 為什麼我選這些工作呢 就是了解社會的真正一面 我跟同學分享 就是千萬不要 取義不取難 向義那邊走 倒吃金正 你早年開始 你認識社會的真正一面 第二天你遇到挑戰 你不會有退縮 所以在政府裏面 我做了不同的崗位 四十幾年來 其實有些崗位是很困難大的 挑戰大的 但我亦都迎難而上 每一個崗位我都做到最好 就是一個球員一樣 但這個很奇怪 我們打算是 我打算是投身公共事務的 就是做政策的 那應該就先嘗試去做政府工 那不是 你是反過來 先下地 然後因為吸收了那些東西 但是是輸其工 不要忘記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用得著 有一句誓言說 機會特別有準備的人 三十幾年之後 我做勞工處長 很多勞工領袖 我不舉個名字 沒有做過勞工的 那我問他你做過工廠 我還沒做過 我說小弟做過 那他不敢出聲 你又知道什麼叫做家班 是壓壓的勞工法 你怎麼樣 有些酒盞 你知不知道 當時我就知道 因為老闆教我怎麼酒盞 所以這些東西 你真的不知道這個機會 什麼時候用得著 但你一定要年輕的時候 就放下身段 我很年輕已經放下身段 我是很用功做事 每一份工作 我都是做得最好 落地很重要 沒有要求自己做得到 去到什麼成績 但一定要盡一切努力 一個球員落場 一定要追球 追到最後一個分鐘 還有踢球踢成季 我想我們嘗試 當然我們未必完全理解 但我們嘗試投入 司長你的經歷 你由當日 捱手袋闖到今天 見到這屆政府準備 要取消強積金對沖 其實那個社會 真的走了很遠很遠的 這屆政府 其實我們在勞工法例方面 勞工權益 實在是一個很有承擔 還有是很果敢 你想像 我們的球踢金 老大人的問題 現在是解決了 頂體上 是政策上的解決 現在是落實的問題 政策原則很清晰 方塊很清晰 第二 我們男士市產價 都一月中 也加多 還有一個突破 就是 女士的分娩價 我們是加多四個星期 實際政府去差不多九成五的僱員 額外的開支 政府是負擔的 還有公務員先行 是公務員先 然後教育機構 短短一屆政府 走了十八個月 我們也剛剛才叫十八個月 你想想 一年半而已 這些突破 是歷年來三十年都沒有 師長這個 講寬一點 都打開了一個迷思 因為不單止特首 或者很多師長局長 其實高級公務員出身的比例很高 原先我們傳統的概念就是 AO當然是照本宣科 反而在你和林太的大量之下 就算是AO 或是前AO 成為李介政府的骨幹 不等於在很多公共政策上 是不突破或者不敗 沒錯 我們也很注重 我剛才說 和你們節目一樣 就是和市民距離拉近 是 一定要走入群床所謂 所以我們也規定 我們是司局長 在第一 第一 第一 就是頭兩年要走遍十八區 是 它的好處就是 我爆一點點事實 其實特首希望所有民宿官員 就是走遍十八區 第一個走遍十八區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市長 是 你看看其實Demapolite數 跟市長前髮腳痛沒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走得多 所以變成市長都以身作質 其他都快點跑到那裡 下區很重要 下區民生無小事 我們往往縮在天馬南 以為這些問題可以解決 很多地區問題 十八區加起來 就是全港政策的問題 我們下區都有一個難題 向市長請教一下 我看到有些老人家 看到年輕人不能喊 或者怎樣怎樣 就真的很不客氣罵 你這群廢青 接著那群年輕人 都不跟你客氣 都不跟你客氣 你這群廢老 你罵他廢青他就廢老 香港現在就經常都變成 只在那裡標籤對方 又罵來罵去 你有沒有事跟兩邊都說說呢 年輕人又說說老人家又說說 可以說每一個世代都有 大家的所謂的行溝 必定有 有一個矛盾 就是所謂的代溝 我不敢用一個矛盾的字 其實是代溝 代溝就是一個溝通的問題 所以這屆政府也希望能夠做到一件事 就是一個向上流動的問題 要全力推動 因為社會的確在近回歸之後的一段時間 社會的流動是慢了 年輕人的出路 選擇也沒有以前那麼多 因為很簡單 香港經濟以前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的早期 很多發展機會 但是近年來 社會經濟開始成熟了 外面的競爭力也大了 原來地區上面這個形勢是有變的 的確是有變的 所以我亦都是作為一個 我有幾個委員會 我的名字是誇張 你也知道 我是誇部門的 我是誇部門 誇局 我是誇張 所以你逢有真真 不是單一局的事 當然要我負責統籌 正在司長的工作就是這樣 所以我有人力發展規劃委員會 有青年發展委員會 有兒童事務委員會 亦都有少數族去統籌委員會 這四個都是一脈相連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青年發展 最大的問題就是出路的問題 就是向上勞動問題 如果他有機會 向上有一個燃點的希望的話 他完全的心態不同了 他有希望可以不停奔跑 沒有希望他跑來做甚麼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機會 燃點的機會給他 所以營造一個很好的環境 是我們的職責 我同意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 司長你剛剛說完 真的沒有感覺 是 你做正了 是 我覺得司長剛才說的 那個自己改自己的花名做誇張 這句都點醒了我 我覺得 因為我們叫做正務司司長 我覺得就不要誇張了 那是甚麼 誇 掌 是 如果我們的年長輩不是罵年輕人 而是懂得去看他們 你們這些新的東西都不錯 誇張一下他們 那些年輕人也會明白到 我可以有這些空間做這些 其實都是因為 祖父母輩或父母輩 留下一個好的經驗 你的故事和我的希望 其實是共通的地方 是 所以我覺得多些誇張 少些互相對馬 我們的空間就自然大一點 多些正人 是啊 那今天也不是誇張的 司長我們也不夠時間說 只能夠說到這裡 今天很感謝 聖務司司長 張建宗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你 也很感謝你訪問我們 多謝你